好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我们要持续请照的是敏珍 那因为敏珍在北京 她也有一些问题可以来讨论 我们来讨论到的就是宝石捷 其实宝石捷一直在中国大陆 蛮受富豪的喜欢 尤其是年轻的女富豪 但是最近数据却显示 宝石捷今年第三季 在中国的销售量 暴跌了40% 女富豪们为什么变心呢 我们赶紧交给敏珍 中国新闻周刊报导 宝石捷今年前三季在北美市场 销量为6.45万辆 年比增长14% 在欧洲不含德国销量为5.17万辆 德国销量是2.48万辆 分别是增长了23% 还有19% 但在大陆市场前三季 共卖出6.07万辆 年比是下滑了12% 宝石捷在中国大陆一直颇受富豪 尤其是年轻女富豪的喜爱 对比其他市场 大陆车主的平均年龄 是最小的 而且女性车主的比例 达到了最高的50% 宝石捷自己的调查发现 大陆女性不仅仅是宝石捷的使用者 而且大多还是购买者 那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 销量下滑的情况呢 对此宝石捷的中国总裁分析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最受大陆市场欢迎的车型卡叶 正在新旧款切换 再来第二个 宏观市场价格战是异常的激烈 第三把一部分大陆市场车员 调配给了全球的其他市场 那么中国新闻周刊则报导 导致宝石捷在大陆销售下滑的原因是 减配事件 早前因为是车用晶片短缺 宝石捷是将大陆车主的车辆进行减配 但宝石捷承诺的免费升级方案却没有兑现 报导指出 减配事件加上宝石捷面对消费者表现出的傲慢态度 影响了大陆消费者对宝石捷的观感 那么更加关键的因素是 恐怕是大陆消费者正在快速从传统油车 转向新能源汽车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分析人事看法指出 在电动化转型大潮下 传统汽车品牌的高度溢价不再被年轻消费者认可 尤其要价百万人民币的豪华房车 受到的冲击是最为的明显 宝石捷又摆出傲慢的态度 进一步败光了消费者的好感 不止宝石捷 其实结婚率在中国大陆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不婚的年轻人 2022年更创下了37年来的一个新低 这个趋势也正牵动着中国大陆的婚纱产业的转型 他们现在要走什么方向呢 我们继续交给明珍 安徽省六安市郁安区辖下的丁吉镇 是大陆最大的婚纱礼服制造和销售中心之一 但随着大陆结婚人数逐年下滑 2022年还创下37年来的新低 产业规模也跟着缩小 有业者十多年前每月生产五六千套婚纱还不够卖 如今每个月只做300多套 经济观察报报导 500多家婚纱厂 120多家婚纱辅料厂 还有600多家婚纱电商 让丁吉是成为大陆最大的婚纱小镇 年产值是超过24亿元人民币 过去一年近500万件婚纱从这里出发 销往5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 在这座人口不到6万的小镇 有上万个丁吉女性进了婚纱厂 婚纱带给他们不错的生意还有生活 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和婚纱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婚纱礼服厂老板 徐友中他表示 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 2022年跌破了700万对 新冠疫情三年亏掉了几百万 婚纱这个行业市场越来越小 利润点也是越来越少 婚纱工厂资深的工人他们是逐渐的老去 年轻一代也不愿意投入 进而导致人力断层 现在许多业者是被逼得不得不杀价 或者是改做直播 开辟中高端和国外市场来求生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